箭头 很精细的 所以说我们 重点你可以把脚线维器给松手了 这是线维器已经出来了 先把脚线维器推出来了 对 这已经半身出舱了 对 哇 这外面太漂亮了 很漂亮 这很漂亮 这是贵当龙爵顶一栏脚线维器安上了 舱外电动工具电池盖是否出于锁闭状态 他们出去的时候还要带上电动工具 对 他这个地方还有好多细节没有呈现 现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刘伯明就已经整个 可以给他的这个可以看 他腰间有一个明星的动动台 在他的左边角度来看 刘伯明在舱外就始终是一个横向 就跟这个舱外航天器是平行的这样的 对 是一个平行 当然对中国的第一次的手控教会队接 没有看到满天反省 的确是非常一个壮美的景象 上臂点仪锁定完毕 好 北京冰办 机械臂仪锁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呢就有点像 慢点 对了 手在往左移 动梁上机械臂 和我们人之间的这个配合 他把这个机械臂在这边 脚冲向绕一下 手边松开 因为内海生的视野可能比他更好一点 绕回来了 哎 两只脚要先放到这个脚线支器里 然后脚后跟要向内侧转一下 然后转进去 哦 已经登上了 对 10周12号报告 与战上机械臂 目前与仓纸没有任何连接 完毕 好 出强妙的一个设计 就类似于咱们的 完毕 它那个最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出现这个紧急情况 或者故障的情况 对 通过他呢来设定 就停了 现在你看 刚刚听那个曙光的口令 他们已经到了中间两翼了 就说明刚才的测试是 完全可以的 对 现在在向外敌工具 我们可以看这个挂钩是橙色的 这个视角看 就是刘伯明的房天府上来到 就是橙色的都是 我们的安全系统都是橙色的 不 这是那个挂钩 挂钩 可以看 红色的 红色的 即将运动之 蓝色的 就蓝色的是 唐红波 对 现在看到就是唐红波 蓝色挂钩 你看它总是有一个挂钩的 这种反复的这种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 天河报告 申请发送大臂运动至中间点二指定序列完毕 好 现在可以看到 可以就明白 其实是我们在水下也是要反复训练的一个储藏和缓 就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技巧 慢点 往右摆 摆反了 就是拿上臂当支撑 然后把这个 挂在壁上挂钩 挂在那扶手上 出舱了 可以说是吧 两名航天员都已经出舱成功 对 稍微 United